第18次第187章 兩界通道 金海市的街頭邏骨鎮天 那些滴打吹得不 Otto 蜜桃啷 有一度使江水市市民陷入了恐慌 驅魔警署和鎮雲斯的報警電話 打至幾乎 survives 店鋪上邊 陳倔 admit tosd 都不知道多爽 玩到累就和黃鼠狼兩隻子 地板頭 drive著睡著了 而迎亲队伍的领头鬼杀 就一直监视着陈卓的一举一动 见到陈卓均塌了 就带领队伍向着金海市市郊 鬼王打通的人鬼两界通道行去 所有东西都是照然按照鬼王的计划行事 鬼界已经被鬼王布下了天罗地网 只要陈卓一入了鬼界 一定会任由鬼王宰割 就是这样过了没多久 队伍就行进到金海市市郊 周围的植坯很茂盛 是一个隐藏人鬼两界通道的绝佳地点 在陈卓的眼中 黑妈妈的植坯倒影里面 有一个黑色的船窝 吞噬着所有的光线 系统提示 前方出现人鬼两界通道 请宿主谨慎妖行 在扯避寒中心扯避寒的陈卓 完全无视系统的提醒 了一了的鼻孔 转转身又继续分割 本系统表示程序很累 唉 收服两界空间裂缝 近在紫尺的裂缝 在阴鬼遞高的脚 那一刹那 消失得无影无踪 带头的鬼杀 很茫然地看着自己踩着的植坯 喂 为什么 为什么突然没了呢 他就鬼杀周身 黑气欲聋 准备向鬼王殿下传递信息 为了保护宿主的生命安全 本系统有权剷除一切威胁宿主生命的危险 正在统一纯化阴鬼队伍 当前进度5% 一道无形的屏障 将鬼杀的黑气禁锢住 令到他没办法向鬼王传递信息 六阶鬼杀下意识地望着眼 陈大卓的方向 那人还睡得强强一声 但最奇怪的就是 为什么这个疯狂 好像没有之前那么恨人争 还要越望越顺眼 精神病院里面 站台明月就在陈卓的衣柜里面 找了一袋红衫鱼 从一只老年那么大的拖鞋出来 相信这些就是人间界流通的货币 但是这只大拖鞋 站台明月就拿着陈卓的通讯工具 捏了一捏 屈了屈 转过头 望着眼陈卓床边那对拖鞋 很明显这只还残很多 难道有什么秘密 忽然之间 站台明月的手一震 他发现不知道何时开始 他已经感知不到 自己手下那只阴鬼队伍的去向 吓得他急着扔下拖鞋 单手结印 但是无论试了多少次 他都联络不了自己的手下 死了 难道这个疯狂 识破了自己的计谋 于是站台明月就立刻开闪现 一声消失在屋子里面 而精神病院外边 罗玉文就感觉到一阵阴风吹过 好像有些什么以极高的速度 在他臉上一声吞了一声 鬼王走了 追 去 刘本昌今次是最醒了 第一时间有所察觉 制出两把飞剑一跃而上 白正成的踢着罗玉文 一手扔上飞剑 自己也都跳上去 飞剑本身就不是很大 而罗玉文又肥肆大 稳定性的极差 重心是严重倾斜 白正成在后面 只能够用脚尖碰在剑尖那里 还要稳定着罗玉文 让他不会滑下去 不知道多辛苦 那把飞剑 在罗玉文 珠形重生的作用底下 吐吐吐吐吐 好像没有人一样 拼命的追随 一早已消失了鬼王 而三台明月呢 来到阴鬼最后消失的地点 望着眼前的一片虚空 他辛苦打通了两界通道呢 他花了无数资源 才打通通道呢 为什么会就这样就没有了呢 搞到现在这个堂堂的女鬼王 弱小 孤独 无助 可怜 陈畅压不了回去 搞到自己都回不了去 而手下那群阴鬼 又全部都不知去了哪 难道他低估了陈畅的实力 陈大昌 老梁和你世不两立 站台明月你生气 咬牙切子咬到牙周炎 堂堂的鬼市之主 魔界的女魔头 这个时候外人看上去 他就好像一个无家可归的苦海沽初一样 今晚注定了是很多人的不眠之夜 刘本昌被罗玉文拖累 迟迟都追不上女鬼王的步伐 女鬼王都已经回到青山精神病院 过几钟头了 他们三个才刚刚赶到 阴鬼消失的地点 向四北 刘满霞 吴刚 三只鬼就哭了半夜 无奈地接受事实 离去见亲朋好友 最想的就是陈卓 抱着有黄鼠狼 安安乐乐四平八稳一宫 教训到大天光 第188章 鸟峰斗 当前纯化道 百分之一百 系统的机械声响起 阴鬼队伍就在太阳 升起地平线的前一秒 化成点点的星光 抹入了陈卓的体内 阴鬼队伍消失了 那些狡猫 跌打鼓肯定 全部能撑消失了 所以黄鼠狼就凭空跌落 陈卓就落在一棵树上 黄鼠狼在跌落的过程里 清醒了 稳定自己身体的平衡 然后就站在地面 那对绿豆大的眼 稍稍周围的环境 咦 这里是哪里的 那些阴鬼 为什么带我们来生生装 喂 陈卓呢 糟了 陈卓去哪里 刚刚想到这里 黄鼠狼觉得耳朵一两 拿着爪子摸摸 刺乱乱乱乱乱 越是她恶歌的头 原来陈卓 还剥一棵树的树枝上面 骂着嘴巴扯着鼻汗 有一滴晶瑩的口水 躺在嘴角那里 就滴就滴 而四周围 有成大堆蜜蜂 她的面下正对着大风斗 黄鼠狼不敢大声 小小的叫她 陈卓 陈卓 醒啊 陈卓 快点醒啊 呵呵呵 猫狼干 熬得我一剑 陈卓在发开口梦 黄鼠狼急得 顿提顿走 千万不要刺乱陈卓 要不然到时一个不觉意 她会找她来出起打祸金的 陈大卓 开晃啦 吃早餐啦 再迟早 没肉吃的啦 黄鼠狼还是不敢这么大声 害怕吵到那阵风 有肉吃 嗯 这三个字就好像提神醒到的梁若 将陈卓在美梦当中换成 不过 她抬头 抬大眼睛 那头就鬼杀这么吵 哇 本帝卓怎么会在这儿的 哪个坏人搬过来的 陈卓 你小心点啊 你下面有个凶痘啊 你不要动 不要混啊 陈卓 陈卓 不要 那好字都没出 那手指就神推鬼 那样 锁了到风斗里 不过 那风斗就动都不动 陈卓的手指就 吞了到风斗里面 黏黏黏的 他缩了手出来 手指上面 就黏着一些很黏稠的液体 上面 还有一粒松轮 嗯 这些就是甜耶耶的蜂蜜啦 陈卓一路想 一路伸长条腻 捏一捏手指 嗯 带着花香味道的甜蜂蜜 那护士居然骗他 说蜂蜜和红糖水一样味 真是放你的大臭屁 陈卓又还想吃第二口 由氏伸的手指出来 顺着刚才捉入他的孔 再拗再拗 不过神奇的就是 那些蜂居然没噓的手指 这次还被他撩鼻屎 撩出一大块出来 还有风潮的碎蜂 放在嘴里面 嘩 嗯 很漏 黃鼠狼站在樹下 鏡鏡青青的望著樹上的陳昌 在作死的邊緣瘋狂反覆橫跳 陳昌啊 你快點下來啊 我們走啦 樹上的陳昌 嘴裡面含著手指 腦裡面在想像 他坐在屋仔門口 抱著一個大風鬥 伸手又搂一些 放進嘴裡 再搂一些 又放進嘴裡 這個時候 系統看不過眼 趕快幫拖 星球上最英勇無畏的001同志 總部下達最高指揮命令 請001放棄危險的風潮 盡快回家 盡快回家 Over Over 二位 總部下達命令給英勇的001 陳昌張張大眼 在找身上的通訊移起 聯絡總部大拖鞋不在 三樓上面也沒有樓 所以沒有辦法回復 陳昌自言自語 星球最英勇無畏的戰士00108 要勇於向惡勢力發起挑戰 Over Over 講完 他是小心翼翼地蹲上樹枝上 插緊拳頭 一拳揮出去 將大風鬥 不斷地蹲到地上 瘋的聲 本來飛得好地能能的風 當堂被他激怒了 另轉方向 集體向陳昌發出猛烈的攻擊 與此同時 無數個風亦都在風帶那裡蜂擁而出 嘩 壯鬼呀 哎呀 陳昌當然頂不浮 整隻踩到地下 黃鼠狼一見細色不對 就一路走一路叫 陳昌快點走呀 陳昌在地下 已經來不及感受騰痛 更加多個風 對著陳昌不斷飛過來 他在地下純粹滷滷滷 拉給風鬥 噹噹就跑 他的動作 你說他贏又行 不贏又行 總之各位是自己參考一下 練習了兩年半的偶像練習生 打籃球那個 風鬥入面那些風 還在向外那樣湧動 在半空當中 集結成一團風群 向著陳昌快點集體衝鋒 加油 星球最英勇的戰士001 只要001跑得快 風就追不到 陳昌雙手握著風鬥 兩隻腳在地下 快速地交叉奔跑 被地下的直屁 飾到腳都不理了 他的臉 已經被風吹得起泡泡 對眼就飽含熱淚 勢起彭牙 在哭和不哭的邊緣 陪繪 加油 001 不知道陳昌是不是對加油有什麼誤解 他聽完這下打氣聲之後 一手拿著風鬥 又一手拿著衣服 把風鬥塞在衣服裏 那麽搞法 整個風鬥就跟他的肚子 近距離接觸 呃 系統僅剩宿主體內毒素 疼痛後果宿主自己承擔 請宿主謹記此次交訓 是就是無毒 但是 痛呢 所以陳昌很快忍不住 嘩嘩聲喊到V話鬼陣 不知道那些 以為他生兒子 是 突然瀆 在這裡 就算了 下的時候 關於 你 我 的 是